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房产经纪Vicky 这是我的客户Mandy 嗨,我是Mandy 我和Vicky是在2016年的年底认识的 我是通过一个中国的朋友介绍才有心认识Vicky 我们是通过房子认识 但是现在已经是生活上非常好的朋友 那当时呢,我带孩子过来在旁边的CIS学校读书 作为中国人来说,出到一个国家 我们肯定先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 所以呢,我非常有幸地认识到了Vicky 那么我当时的需要呢,就是一定要离学校比较近 第二点呢,就是我比较喜欢舒适一点 然后会有比较好一点的房子 所以呢,我就跟Vicky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nice,非常努力 然后也非常专业的一个房产经纪 那对于我来说,一个好的房产中介 和一个生活上的好伙伴 那我觉得他不仅需要有对于房产上面 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另外呢,他作为一个女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指导 我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在新加坡找房子的时候 他们的房产中介只是在初期的时候 帮他们解决一些就是合同的问题 之后就不再管了 但是Vicky呢,在后期帮了我很多的忙 他从租房子开始,一直到房子后期产生的各种问题 他都在我的身边 所以他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房产中介 他更是一个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的专业 还有他对这一份工作的热情和责任心 所以呢,我经常把他呢,推荐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那我经常会分享他的名片 以及呢,他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需要推荐一个在我身边能够帮助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 我会选择Vicky去介绍给其他的朋友 因为我初来乍到新加坡 对于这里的生活方式啊 还有我们这个周围居住的一些周边设施啊 都需要非常中等的建议 那Vicky呢,当时就是非常有幸遇到他就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指导 所以呢,我很快就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房子 谢谢 谢谢